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最近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状态都非常好 然后我们对接下来比赛很有信心 那我们也是期待到Estar可以在这个激活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亮眼的表现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问到这个AJ超完会了 那么其实AJ超完会是以这个积分排名第一进入到了我们的激活赛的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压力 压力应该没有 因为原来比赛很多都是让一追二一开始输得很惨 然后后面还是赢了 然后就是习惯了习惯了这种感觉 对啊 确实A超完会一直都是被人称为这个心态特别好 经常是让人看到这个让一追二的局面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到孟磊 就是因为你打韩信打得特别好 然后就是别人会说你的牵制流打得特别出色 但是对于你打团战就会有一点质疑 你想要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队的打法吧 我们队打法比较适合牵制流 然后我认为这个韩信这个英雄 利益最大化的话 有的时候该团战打团战 不该团战就不打 就牵制带线或者落青对面野区啊 这些经济最大化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到我们的XQ 那么其实隋风这一次季后赛比赛 那你其实做了XQ的队长最不想遇到的是哪一支战队 在座的三支战队当中 就不想遇到的应该是一支大战队吧 为什么 因为郑总之后知道 我们每次对阵一支大的局都打到特别久 都刷新了KPL的最强时长 对的 不过还是希望能够在准备赛的舞台上 再次和一支大来一场电关对决 看你们的比赛是一种享受 打得都特别精彩 那威放这里呢就是 因为听说威放就经常是在后期打得特别好 经常能稳住到后期 但是在前期的话 如果你们遇到战队是在打一个快攻流 在前期非常强势的话 你们会怎么应对呢 我们的话也没有特意去那个特后期嘛 那边的话也是因为当时积分的话 也不是很乐观 然后可能量力比较大 然后前期就可能会有一些失误 然后就达到后期 那其实今天做过我们节目的各位大神 可以说是这个王者荣耀的一个战术大师了 那么可以为我们这个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常规赛当中出现的一些战术 或者是预测一下我们这个季后赛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战术呢 比方说韩兴的千字偷塔流 或者是刘邦的分带 或者是用姜子一样的套路 让你刺客提前进入一个优势期 这些套路都比较适用于排位赛 你刚刚一下子说了三个套路 我们之前也知道 Estar的这个四一分推打得特别好 那指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四一分推的一个打法的精度吗 四一分推其实很吃对我的执行力 然后或者是什么时候该找找事 什么时候该送 特别吃这个刘邦这个点的观看 其实就是尽量依靠刘邦制造成 你多打扫的主点 刘邦这个英雄现在虽然说前期缺了他 缺了他很多有战斗能力 但是往后期他还是很霸道的在线上 任何资格也打过他 对 那其实刚才这个孟磊也笑了对不对 那包括我们隋风也说到了这个 韩兴的这个偷塔 那虽然现在是这个机制改了吗 好像是偷家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偷塔还是很有可能的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你们的千字流吗 千字流 嗯 赞也我都赞也 哈哈哈 说吧 呃就是韩兴这个 我是这样的我打法是这样的 就是后期他这个韩兴 哈哈哈都说了点没关系 这怎么说都是都是赞也 嗯都是小朋友 嗯 就是千字流的话 呃 就是这个也要靠队友吧 就是每一个队伍的打法不一样嘛 所以说也不是每一个队伍都能用 就是我们队友 只有一场会的 啊不不不不 就是说你怎么用啊 直接好着急啊 嗯就是 嗯就是在队友如果打不过的情况下 或者军事局被他交锁的情况下 啊你就可以选择这样 找到队友的话 对面的空档机啊 然后拖对面的经济啊 可以线啊可以卡 那类的 嗯 然后如果遇到刘芳这种英雄 嗯 有的时候 小韩兴对面会选刘芳 可以不要理他 就是不要管打打线推了 就是从来不理刘芳那类的 对 如果经济比他高就直接吃了 就直接就剃了是吧 对对对 在那有什么那个常规赛当中 比较印象深刻的套路吗 那就是上 那个 刚会的那个红十字会 你已经说过吗 红十字会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那个扁鹊啊 然后加上那个 米月吧 扁鹊米月 然后 这个回省的那就很可怕 嗯嗯 这个红十字会特别是然后主宰以后 那也回学 对 可以一直加在高地上 对 其实我看别的用姜子牙跟孙上香模拐挺强的 孙上香可以远程浩达 像子牙在那边可以个大把握达 对 就是姜子牙和孙上香可以大可以使用嘛 对 现在孙上香拿出来更多的不是 然后为了去打团战或者是那个 而是为了一些就是 比如说 阵容有些 有些阵容缺少上高地的能力 那之后选出孙上香来就很好上 特别实在有优势的情况下 对因为孙上香这个射程比较有 因为他一哥 一姐 一哥 在你们心里孙上香已经是个男的了 是吧 因为都是小银子 对 那其实刚才说完这么多常规赛出现的一个套路 其实我之前很想让你们和我预测一下 关于这个季后赛一个套路 但是由于过两天就要比赛了 相信你们也不会告诉我了 所以就是想要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季后赛当中有可能出场的英雄会是哪几位 其实我们现在是一直在开发辅助和上班上轮上的英雄 因为现在班匹克上一般刘邦和关于是一般的 然后这时候就需要就是说一些辅助 对一些一些就是说 考虑一些比较好的上单去跟他队友 所以我们最近在研究比如说像张飞啊 张飞 对然后庄周上单 对 因为庄周他其实是增强过的 不管是伤害还是推荐能力是什么错的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辅助之类的话就是像上语之类的 上语白旗 那其实我们这个 就是张飞是在我们季后赛后期当中出现场次比较多 对吗 而且只要上场率了之后 胜率也比较高 对 华光好像只有我们一个队用过 我们 不是不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上语 上语 上语其实这一种现在非常漏 对 但是我们还从来一个很漏的前排 临走四分 我问你后吧 像我们也很被看 我觉得陈小金也挺不错的 对 不惨够的一个英雄 对 而且很像灵活 是个灵活的犯法 超完会不是挺想要钱 对 那是陈小金有大招吗 红十四分里面好像就有陈小金 那是不是 我现在有怀疑超完会可能陈小金有大招 他们有大招 然后他在下个车 我说的那两个是 我 好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挺好奇的 我以为只有我不知道 等会一定要仔细问问清楚 哎那其实说了句英雄之后 你们对于这个季后赛的比赛 肯定是有信心的 所以现在可以放局横化吗 从指尖开始 我们的对手永远只有我们自己 哇厉害了 梦链呢 我们啊我就想说 小心你们的塔 小心你们的水晶 哇现在水晶已经 这个有这个三千护甲折了之后 梦链还是有这个 寂寅还有机会的 还有机会的 还补了一句 这个文化好长 那隋风这里了 如果你们要问我 FMQ需要什么 战斗想要什么 冠军 哦为了冠军而来对吗 嗯 现在的 我们能赢 好好简洁的一句话 哎其实我发现你们会放 说话都这么简洁 从一波多到上次 我才认为了另外一选手 都是这样 几次吗 啊对几次 那么也是没有过几天 就要到我们的军后赛了 那么相信各位 可以打出自己想要的成绩 好吗 也希望你们加油努力 也是感谢了各位来到我们的荣耀进行时做客 那今天我们的荣耀进行时之季后赛特辑 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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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